那么下面我再想带来一个全新的小伙伴 也是一个出行的小伙伴 他将首次和大家见面 有请他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请多关照 说实话 我一直认为汽车公司的将来就是AI汽车 也就是以无人驾驶为第一部代表的AI和汽车的偶合 和机器人 AI汽车跟机器人在非常多的技术跟能力上 完全是互补的 甚至有部分是一致的 在过去的时间 有五年的时间 小鹏从四足到两足 我们一直在探索 什么是机器人的下一代 怎么样把他的产品做成实际 我们一直在积累 都是为了完成 将来让机器人能够走向大众 走向家庭的服务 那么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我们主要在四足在上面探索 在过去的时间 小鹏花了五个月完成了双足的稳定行走 并且达到了行业里面最顶尖的水平 我们自研的双足机器人实现了业内顶级的双足行走跟乐障 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我们的行走相对的步伐 比其他的机器人的步伐要更大 而且在之后我们会变成了有大步行走 我们自研高性能的关节 把内人的双足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所表现的效果都来进行表现 我期望在不远的将来 第一个要实现的就是 能不能坐到十公里 一百公里走路都不摔跤 在各种复合的场景 那么我想用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这个小鹏的PX5的室内室外的行走能力 请放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实话 我都被我们团队给折服了 因为他们拿了一个小米平衡车 让他骑了一下给我看 太酷了 这个好 机器人里面一个更难的 将包含了机器大佬 包含了林乔首 那么下面我想请我们的机器人先下去 等会在后台跟大家在互动 以及让大家看一个关于机器人林乔首的相关视频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机器人一定需要有一双灵巧的手 我们在做机器人的时候曾经有个故事 这个故事可能比喻不是很恰当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迫要没有脚和没有手 他会选择啥 然后所有人都说我可以没有脚 但是我不能没有手 手是所有的核心 所以手要做到灵巧 有多个自由度 有沉重能力 有不同的跟我们人类手一样的能力 是非常复杂 我想说的是 小鹏的机器人在后面 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会把刚刚介绍的X11A 3.5 XGBT 0C 和我们的小鹏的X9 2.0的自动驾驶系统 以及XOS 5 X Power等 在未来的时间 直入到这个机器人 并且当然 今天的机器人大概只有一米五高 我们会做成一个更高一点点的机器人 我们会把这些能力快速地开始 往机器人的体系里面去直入 并且我们期望 在下一个1024 大家会看到 机器人双足基点 在小鹏的自己的体系里面开始 初步地使用 包括在小鹏的工厂里面 巡逻 包括将来 我们期望在小鹏的销售门店里面 帮我们的准朋友们介绍一下 啥是小鹏的智能汽车 我相信最终 不是很远 一定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 机器人会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我相信 等我老的时候 机器人可以跟我一起打灌弹 可以帮我换料部 请不再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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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